這個就是傳說中的Yaris 其實Yaris在香港就不是很多人知道這個名字 反而很多人會知道這個其實是一個Echo 其實Echo才是香港叫的 Yaris就是歐洲和日本的本土會叫它一個Yaris 來到這裏我先提一提大家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讚好我的粉絲 給我一些留言 還有記得按個讚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那這輛Yaris有甚麼那麼厲害呢 就是貴 為甚麼那麼貴呢 如果看資料的人來說 其實很難可以接受一輛日本車 為甚麼會那麼貴呢 可能是七十萬八十萬港幣 一輛日本車 還要是本來Yaris 即是Echo 是一輛民用車 為甚麼民用車會變成賽車的形式呢 因為它是用了WRC 其實Toyota已經很久沒有出過這些跑車仔 這輛GR Yaris是一輛第一輛版本 它是很少的 據聞只有2500架 還要抽籤才可以獲得 我有幸問到我的朋友 然後魚Sir和龍華汽車 借這輛車給我拍攝 多謝他們 這輛第一輛版本 其實它用的配置是BBS連 還有紅色的鮑魚四傘 還有基本配置已經配置了米子連的S4鏡子 我剛才駕駛過 避震就比較適中 其實真的挺舒服的 但是在彎路上 它又會給到硬的 又不會搖晃的感覺 其實可能是因為它的四驅 剛才我試了一個Mode 就是有三個Mode 三個Mode 其實它是有SportMode SportMode就是頭三尾七 配置是多 好像在尾區一樣 然後TrackMode就是50-50的配置 50-50即是很平均 然後NormalMode就是頭六尾四 我剛才三個Mode都試過 其實它真的給到一個感覺 有時候我進一些彎 不會說是 一進去就會覺得 嘩 好像推頭和脫尾一樣 進去又很穩定 你以為它踩油會脫 其實它踩油又只是 可能動一動 這樣又可以繼續去 所以在彎路裡面 其實它真的沒得頂 跟大家說一說它有一個車頭 為甚麼它會叫做GR GR即是Gasu Racing Gasu Racing 在Toyota來說 等於AMG在Mercedes裡面 或者M在BMW裡面 一個他們的賽車的Racing Team 去改造這輛車 還有這個水箱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水箱 改造了 還有一個大的吸風的位置 這個有一個小小的 所謂的擾流器 就被你壓住 走高速的時候 就可以更穩定 這個位置 是真的用來入風的 是用來吹著它 後面有一個位置 是吹回駕駛的 我們來說說 這輛車的重心核心地帶 就是它的引擎 以我的認知 我記得好像是 只得K-Car才是三氣缸 它就用了1.6引擎的 Turbo三氣缸 之前我會覺得 K-Car三氣缸 其實也不是很夠力 我就想想 為甚麼用三氣缸1.6L 為甚麼可以有200多匹馬力呢 剛才試了也真的很快 沒想過一個三氣缸的車 可以放到200多匹馬力 我就知道日本 不開名 其實已經有三、四間改車公司 已經將這輛車 改造成300多、400匹馬力 說真的我真的很期待 可以看看它們改成怎樣 知道這個頂部是甚麼嗎 C-Carbon Fiber的 一個Yaris 有個頂部是C-Carbon Fiber 進去車上看看 進來看看 首先坐下這張椅子 其實這張椅子 比起普通的椅子 其實都很爆 很酸熟 另外這個軚盤 其實它就是用了 碎硬面製造 還有有GR的漿 在這裏 然後這個波棍 它是用一些紅色的線 綠速波箱 另外它就有這個 這個IMT按鈕就是保油 另外Traction 這裏就是用來這麼小的車 都有Traction 給你搞 另外就是Stop Go 這張就是GR WRC 這輛車重點 就是告訴你標誌是WRC的車架 還有這個Start就是GR Start 其實這個是一個大型螢幕 但由於香港的法例 其實是不可以有DVD看的 所以也看不到 但由於它是日本水貨車 所以所有字都是日文 可能你只可以玩一下Audio 升一下藍芽 還有可以有地圖 但地圖看來也好像是日本才可以 所以其實也是看不到的地圖 這個就是Sport Mode 這個就是Track Mode 而按下去這個就是Normal Mode 現在出去兜兜風試一試 這次真的很開心 開始駕駛到這輛車 可惜現在這個大帽山的通縣 比較新車 有很多油 可能今天一會兒比較冷 所以就有很多人 開始上來大帽山 看一看 可能結霜 這種的傳統 但今天就真的很好看 其實來到後面 你問我 還有169cm高 其實又不是很矮 可能對一些男士來說就會頂頭 我覺得唯一可以說它不好的 就是這個位置比較窄 男士比較難坐 但小朋友和女生是絕對沒問題的 空間也不錯的 尾部有一個尾繞樓 可以令到車子壓住風 封了 令到車子壓住地下 另外它有兩條死氣喉出口 其實它的尾燈 比起Yaris是闊了6cm的 普通版本 多漂亮 哇 我一說之後它就亮了燈 你看 裡面 車仔細細 又可以快 又可以載人 還可以載行李 多好 我最喜歡的車 就是又快 樣子又不起眼 又可以坐到四個人 一家大小出去 兜兜風 你說多好玩 總括來說 今天我試這輛車 非常不容易 如果有一輛 可以考慮買 因為其實我駕駛 我覺得挺有樂趣感 而且其實改良了風田 其實是改良了波箱 因為我平時 之前駕駛很多風田車 波箱進入的尺比 那些卡位 其實都很不順暢 但這次我又改觀了 Toyota這次 在波箱的性能 其實改良了很多 很順暢 很容易入 R4也是很容易入 很適合現在 我們這些這麼時尚的女性 駕駛這麼有趣的車出來 威威的嘛